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智能会以平板内置的WiFi与插件相互连接 无论是高清图片还是视频 展示都畅快无比 它最多可以支持四台设备同屏展示 让对比一目了然 不同设备的投屏可以实现一键切换 方便快捷 如果正好在外地出差又有会议需要参加 该如何解决呢 云会议功能可以让你远程参会与同事实时互动 让会议突破空间的限制 云会议功能能够将你的想法快速传达 减少了拆旅成本 三会了 今天怎么这么快啊 有智能会议平板啊 不想会议就要怎么办 简单 你扫这个就行了 除此之外 智能会议平板还具备智能辅助书写和远程书写共享功能 随时批注 记录瞬间灵感 图形识别 书写清晰直观 手势操作 擦除 便捷快速 会议模式变得更为灵活高效 智能会议平板的出现 让原有的会议模式在数据传输 资料共享和书写效率上 更加迅捷便利 众多的辅助功能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源 让会议真正成为迸发灵感的舞台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会议不再是会议室的专利 会议会更加轻松有趣 工作与生活能够完美融合 创新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智能学习机 展示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大家好 我是李希悦 一提到辅导作业 那真的是现代家长的一块心病 我跟你说多少遍子上写不对 你怎么就不听呢 我就是无论危险嘛 其实不仅家长爱累 这孩子也跟着造罪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体验一下 人工智能是如何帮助学习的 对数函数这个章节特别的重要 所以这节课都不许给我走神 是不是老师上课的时候 讲的重点没有记住 其实以往的提海战术 只会让我们浪费更多的时间 咱们来看一看人工智能 是怎么解决的吧 你先做几道题试试看 个性化的精准学习系统 是这款学习机 区别于其他学习机最核心的功能 用独特的人工智能技术 对上百亿的学习行为 进行大数据分析 学生其实只要做少量的 五到十个测试题 大数据就可以根据答题结果 找到学生的知识薄弱点 生成自己的个人知识图博 绿色代表会的知识点 红色代表不会的 学生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的推荐 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和巩固 避免大量题海战术 错题本是学生学习的好帮手 但是很多同学只是机械性地 把错题抄了下来 记得错题眼花缭乱 人工智能学习机 可以最大限度地 发展发挥错题本的作用 我们只需要用人工智能学习机 把错题拍摄下来 它就可以帮我们进行自动收录 同时会按照不同的学科进行分类 另外 人工智能学习机 还可以帮助我们在线批改英语作文 不信 我们一起来看 这一款学习机的英文批改 使用的是国家高考英语作文 批改引擎的同源技术 它会从完整性 准确性和流畅性 这三个维度来进行评价 随时随地地帮你批改作文 同时学习机也会每天向家长定时放送 孩子今天的学习日报 家长可以第一时间 掌握孩子今天的学习进度和学习时间 随着科技的发展 学习软件可以借助互联网大数据 精准检测出每一个学生的薄弱知识点 定制最适合个人的学习路径 提高学习效率 未来让我们一起期待 在科技的加持之下 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加轻松高效地学习 创新同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智能录音笔 展示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体验者舒东 咱们生活中众多美好或者重要的瞬间 一定要记录下来 您看从最早的纸笔记录 到后来的机械录音 再到电子设备 科技在发展 产品在运达 录音设备也变得愈发 每一个不同 所以今天带大家一起去体验一款 黑客气满满的录音神器 开会的时候还用纸笔和电脑记录 太传统了 现在就轮到我们的智能录音笔上场了 是不是特别像我们的智能手机 但是您看上面两个大大的麦克风 这是定向麦克风 再加上环绕着屏幕这一圈的麦克风 还是可以让我们很容易把它和手机区分开了 一键开机 清触录音 马上进入工作状态 课堂上又得听讲 又得做笔记 手忙着乱怎么办 别着急 我们的智能录音笔成为大家的好帮手 独有的专业级的降调技术 还有免费的语音转文字功能 要放到老师的讲台上吗 不用 放在这里远距离录音 远距离转文字就可以了 可以让大家轻松把课堂装进口袋 对于我们媒体工作者来说 记者采访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准确还有速度 所以您看这款小巧便携的录音笔 它可以连网 所以现在采访的内容 转成的文字 估计已经都上传云端了 编辑已经开始在写稿了吧 你好 很高兴见你来 请坐 请坐 进行商务会谈 如果您的伙伴说英文怎么办 智能录音笔 中英文编录编译的功能 肯定是要有的 随时随地翻译成中文 显示在屏幕当中 连接蓝牙耳机 还可以听到对应的翻译 怎么样 中英对话不再是障碍了吧 您看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 是不是已经颠覆了咱们 对录音的概念 还有使用体验了呢 人工智能制造美好生活 科技时代的每一个小发明 其实都预含了大能量 也体现了咱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憧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